快为金钟50按赞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 抽6万大奖 在今天白天 依然是一个日夜温差 非常明显的天气 白天的高温到了31度 但是在今天清晨 淡水只有21 我们来看看这未来一个礼拜 东北季风要影响多久了 在明天跟后天呢 要防晒哦 因为各地还是天气晴朗 日夜温差仍然比较明显 可是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 另外一道封面 在周日的下午以后 开始要接近 北部地区要转下雨了 但到了下礼拜一 一直到下周四 我们都在微弱的东北风影响 北部会飘点雨 在台北东边部分 中南部依然是天气晴朗 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压东移了 风场还是 别弱的东北季风进来 所以各地的天气形态来说 仍然是日夜温差比较明显 所以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就是 早出晚归天气比较偏凉 小丁宁要注意了 日夜温差是比较偏大的 还有呢 白天紫外线仍然偏强 防晒工作不能少